那哲偉可以直接開始 大家好 我是哲偉 那我今天來提案子是想要把GNV過往 這十年過程中所大家hacking出來的專案 其實蠻多都是有具體的成果 而且是open source的 所以這些open source的專案在 如果想要邀請今天比較有花蓮在地觀點的朋友 一起來看看它可不可以適用在花蓮 那待會我會舉一些 我自己也觀察到有一些適用的機會 那因為我們黑客松 其實在今天的剛才一些介紹上 就是我們希望有個黑客松的場域 讓人們參與到黑客松提出很多的坑 很多的專案 那專案因為是開源的 所以它變成是未來的專案的資源 所以這個理念下 其實就我們大概有找了 已經有盤點過大概165個以上的 比較成型的專案 那有一些是工作小組 有一些是專案社群 那更多的是一些前端應用資料庫等等等等 那這些專案當然在SDG面向上 是可以看出有一些分布 比較主要在 因為是開源社群的部分 所以針對很多的開放資料 就是本來沒有開放資料的業務主題 透過民間的社群把它變成開放資料 更好的使用 另外就是在一些公共議題上 包含城鄉的發展 教育還有一些健全生活品質跟醫療健康相關 那我就舉一個第一個專案的經驗 就是針對主機總處的總預算 一開始當然都是PDF的文件釋出 那當然一般的市民朋友或國民都是很難理解這個文字 那後來就把它做成一個 依據同樣的數據做成圖表 跟線上的資訊圖 所以這個就很讓大家就很一目了然 去用點選的方式去看看 比如經濟部的預算 今年度有什麼預算項目等等 那後來這個開源呢 也不只在中央政府的主機總處 而是也Folk到或複製到台北市政府的資料 所以台北市政府的資料 倒進這個程式碼裡面 也變成是台北市的總預算視覺化的一個圖表 那在日本的朋友跟聖保羅的朋友 他也有Folk這個程式碼 應用到他自己的國家或者是城市中 所以在剛才是一個比較針對政府的公告資訊的這一類的專案 那我自己也觀察到像這個幸福存者 他是在三峽地區的一些NGO的 就是陪伴小朋友的客戶輔導系統 那過去都用紙本點數的方式去累積小朋友的參與 但是紙本的卡也會不見 例如小朋友的這個點數卡 玩一玩就卡片就不見了 那他過往來參與的累積都不見了 所以後來就有工人師陪著這個NGO去開發一個電子的獎勵系統 所以是實現一個數位化的方案 那這個方案當然也不限於紙在三峽可以執行 他等於是整個方案的應用情境其實是全台灣的這樣的類似團體 那我自己就會好奇說在花蓮會不會也有類似這種客戶輔導團體 也是以這種獎勵性質點數性質來跟小朋友做長期的累積互動 或許可以一起來思考看看這個適用性 所以我現在畫面上我大概舉例一些我自己觀察到的機會 像社群裡面我自己有參與的像碳會城像台灣好之地 這都是比較跟地方政府一個是針對減量的地點做盤點 一個是針對公益植樹的地點 然後阿滿與盟點待會也會有社群的朋友來分享 那臨時小學校的原力真能影是我們過往這個 邀請蠻多的社群朋友擔任講師把一些公民科技專案的一些技術 或者是開發經驗變成是線上課程 那這個課程其實在今年的暑假也有蠻多的學生跟老師們一起來參加 那未來這樣的教案或許也可以跟邀請花蓮關心教育的朋友 我們一起來思考看看 那GIS地理通報這個部分就比較不是特定的專案 而是兩個專案 那今天也有那個玉凱也有參加 就是社群這邊有一個叫Disfactory的農地圍張工廠 它就鼓勵民眾可以走到圍張工廠的地點去做拍照舉報 或者是它有一些擴建或一些比較需要縣市政府去機查的資訊 就用拍照的方式 所以這背後是一個有地理空間的資訊平台 然後有可以上傳照片 後來這個方案在這個台灣黑熊通報這樣的議題上 它把它複製過去 因為也是一樣 因為可能部落的朋友或者是山區的朋友 他有看到一些黑熊的足跡也好或是爪痕 這也是一個通報系統 所以這兩個他們是share一個同樣的以Python為主的地理通報系統 那或許在花蓮其他的議題也想揪交大家會不會有類似的這種有地理性質通報 那其實整個資料庫系統跟前段頁面都已經ready在那邊 那是可以複製過去 那最後一個是 有一些政策文件呢 多半大概一般都是PDF釋出 所以社群也有一些朋友去開發一些把PDF轉換成這個比較好閱讀的TXT的文字檔案 那再搭配今天介紹這個HackMD的文件 它有一個書本模式 其實蠻接近電子書 但是它規格上不到電子書 它可以把PDF的東西改制成一個比較接近 手機版可以閱讀 有一些章節目錄開啟關閉 那就是我們有試作過跟2050近零文件 就是本來這個行政院公佈了一個很長的PDF 把它變成是HackMD的書本模式 所以這個工具也可以來請大家想想看它未來在花蓮一些公告文件上有沒有適用性 那以上是我的專案介紹 謝謝 謝謝哲偉 好